记得点赞关注哦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基督医生 今天我们聊什么呢 健康的饮食 在既往的研究中啊 大家一直认为这个脂肪啊 一定要摄入的少一点 盐要摄入的少一点 但是目前呢 随着研究的进展 大家认为对碳水持了不同的观点和看法 认为啊 这个碳水啊 它是有毒的啊 而且呢 大家对它的看法不一 它成了一个背锅匣啊 当前对于碳水化合物 存在两种结论不同的态度 那么减肥人士呢 认为一定要低碳水饮食 甚至要不吃碳水生酮饮食 另一组织认为 这个碳水是机体的一个重要的来源 不是怎么能行呢 我们来看一看研究科学数据 严禁的说话 近日发表在世界顶级期刊 BMG上一篇研究 共纳入13万人群 对不同来源的碳水化合物 和长期体重变化的关系 进行了分析 表明什么呢 限制添加糖 含糖饮料 精致穀物和淀粉类的蔬菜 逐而使用全穀物 水果非淀粉类的蔬菜 可能有助于控制体重 那么此研究 总共随访了24年的时间 最终获得了136,432名参与者的数据 平均而言 在24年内 整体体重平均增长了8.8公斤 就是大家整个体重是增长的 总碳水化合物 生糖指数等变化 我们来看看 总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 血糖指数和血糖负荷的增加 和体重的增加有关 所以总碳水化合物 确实是它起到了一个增加体重的一个作用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再细看 那么碳水化合物的形式和食物来源的变化 增加膳水中的淀粉 添加糖和总葡萄糖的摄入量 会显著的增加体重 显著增加体重 而增加的 比如说非天然糖和总果糖的摄入量 则与体重增加幅度最大相关 所以糖一定要少吃 而摄入什么呢 精致的穀物 总淀粉类蔬菜 就是总淀粉类的一个蔬菜 和含糖饮料 会显著的增加体重 就这些东西 会对我们的体重增加很多 而摄入全股 再次强调吧 摄入全股 水果和非淀粉类蔬菜 则增加体重 较少 甚至可以帮助什么呀 减肥 好 综上所述 在饮食的结构中 增加 比如说血糖指数 血糖负荷 淀粉 添加糖 精致穀物和淀粉类蔬菜的摄入 会使得体重增加幅度过大 而相比之下 增加膳食纤维 天然糖 全股物 水果和分淀粉类的 这个蔬菜的摄入量 虽然也会增加我们的体重 但增加幅度是比较小的 有的甚至还能起到一个减肥的作用 我们再来看我们中国的一项研究 近日呢 中南大学 西亚团队相关啊 他们在Nutritions发表 要研究 分析了10669名 40到79岁的成年人数据 发现呢 当每日这个膳食摄入碳水化合物能量 占全天总能量摄入的 53.7%的时候 血清猪长寿相关蛋白 叫KLOTHO 我们叫Cloro蛋白 它的含量是最高值 对有效的 能有效的对抗衰老和延长寿命 所以碳水化合物啊 是我们生命中重要的能量来源 那么每天大概 占到总能量比的53.7%的时候 最健康最长寿 总之一句话 为了维持体重 一味的借碳水和减少碳水呢 是并不是合理之举 而均衡的营养科学的饮食 才是长寿之道 好 那么今天您了解 应该如何来吃碳水化合物了吗 也希望所有的人们都能够 健康快乐 长寿平安 也欢迎大家观众 亲自生活和健康 我们明天再见